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每到休赛期,小卡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由于今下有国家队任务,没法和以往那样完全消失,不过现在等来的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可能会让人空欢喜一场。 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表示,如果小卡无法从稀伤中及时恢复,美国男兰可能换掉他让绿凯主力后卫怀特加入。 接着快船记者Zarley透露,当他询问美国男兰GM希尔关于小卡伤病状况时,后者闭口不谈,甚至不愿说点场面话。 在按目前情况来看,小卡或许还是会因反复无常的稀伤错过接下来的国家队比赛。 据赛场安排,美国男兰巴黎奥运会首战于7月29号,对手为约老师率领的塞尔维亚男兰。 但开打前,怎么着也得提前一个月合练集训,所以留给美国男兰和小卡的时间不多了。 究竟能不能打需要尽快给出答案,不要影响到球队的备战以及老实吊着嗷嗷待补的备胎。 怀特会很乐意接受美国男兰的邀请,因为打奥运会是绝大数球员的终极梦想, 且有着国家队履历后,他今下就能有更足的底气跟绿凯索要4年1.26亿美元提前续约合同, 好正式跨入年薪3000万先生行列。 然而无论怎么说,对于美国男兰与媒体球迷而言, 只要有一丝机会,肯定还是想着小卡能够满血归来。 这哥们都32岁了,之前却从来没有打过一场正儿八经的国家队比赛, 若错过巴黎奥运会,以后更不会为国出征。 虽然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没人愿意拥有遗憾。 而据NBA知名记者沙姆斯沙拉尼亚最新报道, 柯怀伦纳德因为膝盖伤病原因很可能无法参加奥运会, 更糟糕的消息可能令快船队管理层担忧。 伦纳德不排除对右膝盖半月板撕裂处进行手术, 对32岁的老将来说或许会导致职业生涯急转直下, 也影响哈登和乔治等人的续约选择。 这个休赛期对快船队无比关键, 管理层在选修大会之前需要认真评估, 规划自由球员的动向,以及制定一系列备选方案。 在快船所有问题中,最紧要的毫无疑问就是伦纳德的伤病。 两个月前,伦纳德因为膝盖问题缺席了最后几场常规赛, 好不容易等到季后赛复出, 结果也只勉强打了两场比赛就报销。 伦纳德常规赛只打了68场, 是他加入快船队5年来出勤率最高的赛季, 进入4月份以后的9场常规赛都养伤休息。 事实上,伦纳德不具备打季后赛的条件, 膝盖伤病让他没办法正常打比赛。 沙拉尼亚说道,强行付出的比赛效果很糟糕, 两场比赛只有24分。 沙拉尼亚证实,伦纳德的膝盖伤病至今依旧有疼痛感, 不排除选择手术治疗的方案, 这意味着无法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奥运会。 美国南篮失去伦纳德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詹姆斯、杜兰特、库里等超级球星出场, 足以赢下奥运会金牌。 问题是,快船队承受不起失去伦纳德, 他们已经连续4个赛季, 因为伦纳德的伤病原因提前结束季后赛, 无法实现老板鲍尔默的夺冠愿望。 没有人知道伦纳德膝盖伤病的真正情况, 只有他自己清楚。 莎拉尼亚说道, 伦纳德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 很少公开讨论自己的情况, 大部分时间也选择独处, 甚至远离球队管理层。 包括快船队一, 管理层都暂时没有伦纳德健康状况的更多信息。 是否对膝盖进行手术, 也由伦纳德单独决定, 无论总经理弗兰克还是主教练泰伦卢 都没办法参与决策过程。 快船管理层能做的就是等待, 伦纳德决定好了后会在合适的时间通知快船队。 联盟医学专家表示, 考虑到伦纳德职业伤病时, 尤其是膝盖半月板多次手术, 今年夏天无论是否采取手术, 都意味着伦纳德的职业生涯将由此进入衰落期。 莎拉尼亚说道, 这对快船队来说是最糟糕的消息, 他们刚刚给了伦纳德 三年1.52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一旦伦纳德决定手术, 没有人清楚下赛季常规赛要缺席多长时间。 如果伦纳德不进行手术, 下个赛季又是一个巨大隐患,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赛季报销。 如果伦纳德无法从膝盖伤病中恢复到正常水准, 将引发快船队一系列问题。 莎拉尼亚说道, 哈登的续约也受伦纳德的健康状况影响, 哈登不只是想要多年大合同, 还渴望拥有夺冠机会。 伦纳德无法保证健康, 哈登拒绝续于快船就是理所当然的决定。 本赛季NBA进入尾声, 卡尔特人早早拿到冠军点后, 独星侠已经没有翻盘的希望, 这不是一场30多分大胜就能改变结局的。 而早已经出局的球队, 纷纷为下赛季做谋划, 勇士准备大甩卖, 克莱离开只是时间问题, 包括卢尼、维金斯、保罗都很难留队。 胡人还在未选帅挠破头皮, 太阳受限于比尔的交易否决权, 以及三巨头的超级薪资, 管理层能做出的调整非常小。 作为上赛季总冠军的绝金, 本赛季又要可能流失功勋, 波普和小波特都得到不少球队的青睐, 绝金很难留住人。 而媒体和球迷普遍比较关注的是快船, 坐拥四巨头, 季后赛首轮游, 未来该走向何方? 首先, 伦纳德在今年1月份提前三年1.52亿美元续约, 就已经在形式上堵死了保罗·乔治的后路。 乔治当然希望在自己生涯尾段, 拿到一份超级顶心养老, 而且NBA预计从25-26赛季起, 进入薪资暴涨时代, 军薪4000万、5000万遍地皆是, 这对乔治也是机会。 而用伦纳德的话说, 他这么做是想让哈登和乔治都留下。 理想很丰满, 快船的态度也很坚决, 乔治的合同年限和薪资水平不可能超过伦纳德。 但最有意思的是, 今下能腾出6500万美元薪资空间的76人, 对保罗·乔治青睐有加。 用记者Ewan的话说, 76人早就做好了开出顶心合同, 追求乔治的准备, 四年2.12亿美元。 对此, 快船随对记者艾斯纳沙里提出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乔治能得到顶心报价? 他值得吗? 这个问题深入讨论的话, 那哈登就太可怜了。 我们从两个细节说起, 本赛季快船出局后, 总裁弗兰克明确表示, 球队希望留住乔治和哈登, 这里是有优先级的, 因为哈登只能在自由市场开启后才能签约。 但快船给乔治的报价, 无非是三年1.3亿美元, 或者两年1亿美元, 双方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而哈登这里, 洛杉矶记者穆雷确认, 哈登的市场行情以及续约谈判都不太乐观。 首先, 哈登的续约报价不会超过3000万美元的军薪。 其次, 如果哈登无法和快船达成一致, 执行先签后换的话, 那联盟其他球队对哈登的兴趣也不大, 当然也不是没有。 比如魔术, 很有可能以一份21行事, 三年9000万美元左右招揽他。 问题关键点就在这里, 为什么乔治能轻易得到顶心, 哈登却得不到? 甚至用薪资专家马克思的话说, 哈登早就失去了竞争顶心的能力。 我们先对乔治和哈登本赛季表现做个对比, 哈登常规赛场均16.6分, 5.1篮板, 8.5助攻, 两项命中率4200分号, 3800分号, 乔治常规赛场均22.6分, 5.2篮板, 3.5助攻, 两项命中率为4700分号, 4100分号。 季后赛, 哈登场均21.2分8助攻, 乔治19.5分, 6.8篮板, 4.8助攻。 首先, 两人的位置属性和功能角色, 造就了两人巨大的身价差异。 哈登作为组织者, 虽然有带队保证下线的能力, 却无法提升球队上线, 属于绿叶角色。 乔治虽然也没能在季后赛证明过自己, 但毕竟他是顶级封线的代表, 攻防一体。 其次, 两人的外部评价差异太大。 哈登从离开火箭后, 风平急转直下, 甚至当初在火箭破冠破摔的做法, 惹恼了联盟很多球队, 担心哈登带坏他们的核心。 乔治不一样, 生涯从步行者到雷霆, 再到快船, 都属于好聚好散, 基本上属于尽力而为, 但又无能为力。 哪怕在雷霆, 乔治也赢得足够尊重, 更不用说在快船这五年, 顶着二当家身份在努力。 因为球队老大伦纳德, 每到季后赛就受伤, 乔治反而是最辛苦的那个人。 哈登当然也辛苦, 无论是独自带领篮网, 打到东部第一, 还是把恩比德捧成MVP, 季后赛面对开尔特人, 一场42分加3分绝杀, 一场45分加3分绝杀, 但跳槽多了, 稍不如意就离开, 哈登已经成为了反面代表, 甚至说从哪离开, 哪里的媒体和球迷, 都要把哈登列为罪人。 而最后一点最重要, 7-6人有薪资空间, 但凡他们找到一个比哈里斯更强的, 都是提升和补强。 乔治是今下自由市场为数不多的选择, 自然顶心唾手可得。 而哈登, 其他征贯豪门不需要, 弱队又用不上。 除了快船, 哈登还能去哪里? 对于乔治来说, 7-6人只要愿意拿出大合同, 乔治没有任何理由犹豫, 该走就走, 况且东部征贯环境远比西部轻松得多。 而对于哈登来说, 无论快船是给三年一亿美元, 还是两年七千万美元, 哈登需要认清现实, 离开快船, 未必还能拿到这么多钱。 留在伦纳德身边, 至少存在纸面上竞争总冠军的念想。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